- 欢迎收看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戴萌兔,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最速开封 好的,那么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今天给大家拆的就是 那就是这一台了,由万代为我们推出的DX超合金的最新产品 是来自于超时空药赛Delta当中的一台主角 应该能算主角机吧 主角机的其中一台VF31C 这台飞机的话是在9月9日出货 售价的话还是和前面几台一样 保持的是税后21600日元的售价 好的那我们飞航手说还是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包装 这次的包装的话其实和之前的31J也好 31F也好 包装来说的话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就换了一下它的本体的颜色而已 就是把它的包装换成了它本体的紫红色而已 所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地方 然后翻到产品背面的话 依旧还是三个形态的实物展示 以及红蓝配自古红蓝出CP 和它的VF31J会有一个红蓝齐飞的渲染镜头 这个图片的话应该是实物照片 加上一点渲染效果的一个展示图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看萌兔视频的小伙伴的话 肯定会知道 万代的魂系列产品当中 最近开始推出了一些个雷射的防伪标签 然而萌兔在这一次的DX超合金的产品上 并没有发现在任何地方有贴有那一个防伪标签 不知道是因为万代觉得这一台飞机 没有人可以盗版呢 还是说因为VF的系列飞机 在海外都是没有一个正规的销售权的 所以说它并没有去采用一个防伪标签 这其中的理由并不得而知 但是事实就是并没有那个标签 好的 这个包装的话其实非常的普通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看看里面的本体情况如何 其实说实话这31系列的飞机的话 这已经是第三台了 说实话 萌兔对这个开包已经真的是没有什么心情上的一个快感了 就已经是内容物什么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首先打开之后就是一个这样盖 哇 这盖很漂亮 是一个骚粉骚粉的一个盖 然后盖打开之后当中就是一个本体了 本体依旧还是一个吸塑包装加上一个这样子的它装配件的一个小盒子 然后把这个拿出来之后下面就是支架和说明书 这些支架和说明书的话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 你这就不需要再看它了 因为这个31这一对萌兔来说已经是 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 闭眼睛都能别心了 好的 那这一次的吸塑包装依旧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们来打开包装拿出本体吧 好的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吸塑包装当中带着的所有的内容物了 有一台本体以及它的这么多的手型 以及一些个武器驾驶员的一个配件 这些手型的配件以及这些武器驾驶员的配件的话 其实和之前的VF31G和VF31F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只在它手背的颜色上会有一点改变 除此之外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里也就不用再多浪费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了 那我们还是赶紧抓紧时间来看一看这次本体的情况吧 其实这一次的本体对于那些经常玩超合金 经常玩VF的小伙伴来说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惊喜的 包括萌特在内 因为它的结构来说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改进的 包括它机头上的这里的缝隙 以及它的一些个舱盖的颜色 这个机头的长短之类的一些个问题 是不可能进行改变和改良的 那么唯一大家比较期待比较担心的 就是这一次红机它身上的红颜色涂装部分的发色情况如何 因为在出货之前官方推出的几款图片 可以说每一张图片都是颜色迥异 一会儿偏红一会儿偏黑 这次的话可以说萌特拿到这次产品之后 感觉这次的机身的颜色来说是偏深的 它的颜色并不会像动画片那样的鲜艳 和GMIX系列比起来的话 也会稍微的更深上那么一些 感觉上的话有一点已经不像是紫色 已经不是紫红色了 而且是那种类似于红酒的那种颜色了 可能上面这个机位它在颜色的表现上会有一些偏差 所以说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 过来我会插一个特写镜头来给大家看看这次的颜色 这个机身的颜色的话明显是有一点偏深了 整体的 而且它在整体的涂装上会有一些个色差的情况发生 就比方说机翼的这里的部位会稍微的深一些 而它压抑的这个地方包括它身上的一些其他的中间白色的地方 颜色就会稍微的鲜艳那么一些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色差 估计是因为它的涂装方式上会有一些区别 其他地方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款的VF31C相较于之前的VF31J和F型的话 还有一个唯一的区别可以说就是它的头雕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我们下面的时间赶紧把它变成B形态 来看一看这个头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表现 好的那么在变形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也是之前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在私信当中会来问萌兔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说在变形的过程当中 B形态的时候它手臂双段关节总是会这样子翻不下来 那这一次萌兔也非常巧合的 同样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它的肩部的关节是只能弯一段 第二段关节的话就是弯不下来的 然后萌兔仔细检查了一下之后 发现它的原来的问题是出在中间的关节 中间的关节的地方和它肩部的零件发生了一个容器的粘连 所以说它把这两个零件给彻底的粘在一块了 那么萌兔刚才试着去进行了一点处理之后 并不能够把它完全的打开 那很无奈萌兔就把他肩部的关节全部都给他拆开来了之后 把他关节的弹簧栓也已经拔掉了 拔完了之后发现当中的容器现象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在根部的地方以及它转折的地方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容器的现象 所以说不拆开来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完成这样子一个修复 然后把弹簧栓拔掉之后 然后勉强的可以让它恢复了一点正常的一个活动的力度 那么然后就要把这个弹簧栓再给它插回去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难得能把这个当中的栓给拔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万代的超合金当中的这个弹簧栓是长什么样子的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当中会两层会有一个牙齿进行一个膨胀 插进去之后然后会胀在它的关节里面 然后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解决问题之后 就要把这个弹簧栓给插回去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都装了一下之后 感觉这个活动还并不是非常的顺畅 还是非常的紧 所以说再次把这个零件拆开 然后把这个地方就是会和当中有所摩擦的地方 进行了一点打磨 直接的话用一般性的砂纸就可以了 用400后600后的砂纸都可以 这样轻轻的给它打磨一下 因为它这个材料用的话是叫鑫合金 又叫雅签材料 这种雅签的材料的话是非常柔软的 所以说用一般性的这种做模型的砂纸 都可以对它进行打磨 然后把这里给它磨圆一点之后 然后再来进行一些组装的尝试 然后一边看着上面的圆孔 一边对它进行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翻转的作业 翻转过来之后 也同样可以保持一个非常整齐的圆孔状态的话 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然后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我们再把那一根弹簧栓给它敲回去试试看 好的 这样子的话就全部都敲进去了 敲进去之后再来试一试它的可动怎么样 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装回去了 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已经是非常的松了 或者说是已经是非常的松紧适度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吊漆的现象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吊漆总比它动不了墙对吧 回头对它进行一点补色什么的就可以了 这个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装回去吧 好了 这样子的话终于全部都装回去了 然后这手臂的修复也已经完成了 好的 那么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之后 我们终于将它的手部给全部修复了之后 我们赶紧来看看这次B形态下头部的形状是如何的吧 这个B形态的头部会和S形有一点像 会有两根天线 然后头部的话会有一点类似于27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会有两层的绿颜色的监视器 这监视器的话采用的都是一个透明的零件 是一个完整的零件上下两片 通透度的话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C型不像F型那样头上会有一个角 这次的话已经没有角了 所以说不用担心它会损坏了 但是这次的配件当中并没有附带两个 这个边上两个头炮的替换零件 也就是说如果在变形的时候 小心点不要把这两个头炮给弄断了 因为这两个头炮的话是一个硬质的塑料ABS来制作的 所以说还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大概的话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VF31C的话 也不是什么新产品了 只是一个同模异色的产品 所以说也没什么可多看的 那么本期节目就简单的到这里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最速开封的全部内容了 这期节目的内容其实萌兔自己都觉得挺无聊的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已经是第三台31系的飞机了 说句实话已经真的没有什么可跟大家聊的内容了 作为一个同模异色的产品来说的话 它和之前的超时空要塞F系列的25系的飞机比起来的话 真的是差了太多太多 每台机体都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特别是这台C型的话 完全就是既不是主角 也没有什么文章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武装 只是换了一个头雕换了一个颜色 可以说是一点特色都没有 而且更尴尬的是它的颜色还是相较于动画当中来说是偏深偏暗的 这样的话又让一些个剧情党 一些个孙女党又很难去下手 所以说这款飞机的话 萌兔预计它会跌得非常惨 然后事实上的话也已经是处于一个破发的情况 就是现在的现货价已经会比预定价更加的便宜了 萌兔的建议是如果小伙伴们只是想去体验一下31系的变形结构的话 那么挑一台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飞机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在结构上 挑一台在自己经济能力所能接受的最便宜的一台飞机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比较悬念的地方 就是在12月的1日至3日 在东京的秋元会有一个混展 在混展的会场限定当中 会有一个DX超合金系列的产品进行一个会场贩卖 那么那台机体具体是怎么样的话 萌兔也是比较期待 届时如果推出的话 肯定萌兔也会去第一时间就来入手 给大家做一个最速开封的介绍 那希望不要让萌兔让大家有太大的失望吧 好的那最后的最后呢 还是感谢小伙伴们长久以来的支持与陪伴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